历代至下第33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55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随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列国所行可厌恶的事 他重新建造他父亲西西家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黎立坛制造亚瑟拉 并且敬拜和侍奉天上的万象 他又在耶和华的殿中竹坛 耶和华曾经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留在耶路撒冷 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且在新嫩子谷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烧为祭 又占卜行邪术 用法术 教鬼和通灵 做了很多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惹他发怒 他又把他所做的雕像 立在神的殿中 神曾经指着这殿 对大卫和他的儿子索罗门说 我要在这殿里 和在我从以色列各支派中 拣选的耶路撒冷中 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 我借着摩西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律例和典章 我就绝不再使他们的脚 离开我赐给他们列祖的地 可是 马拿西却引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除灭的列国更厉害 耶和华曾警告马拿西和他的人民 他们却不理会 因此 耶和华领亚树王的将帅来攻打他们 用钩子勾着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非常谦卑 他向耶和华祷告 耶和华应允他的恳求 垂听他的祈求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恢复他的王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 只有耶和华是神 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中的基训西边起 直到渔门口 建了一道城墙 围绕着俄斐勒 他把城墙建得很高 又在犹大戈设防城里 派驻军长 又从耶和华的殿中 除掉外族人的神和偶像 又把他在耶和华殿的山 和在耶路撒冷所筑的一切坛 都抛出城外 马拿西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上平安祭和感恩祭 又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可是人民仍然在秋坛上献祭 尽管只向耶和华 他们的神献祭 马拿西其余的事迹 包括他对他的神的祷告 和那些先见 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 向他所说的话 都记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神怎样应允他的恳求 他谦卑下来以前的一切罪恶和过犯 以及他在什么地方建筑秋坛 设立亚瑟拉和偶像 都记在和赛的严刑路上 马拿西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的宫中 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是22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两年 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像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亚门向他父亲马拿西 所做的一切雕像献祭 并且侍奉他们 他没有在耶和华面前谦卑 像他父亲马拿西谦卑一样 这亚门所犯的罪过越来越多 后来他的臣仆阴谋造反 在宫中把他杀死了 但犹大的人民 把所有反叛亚门王的人都击杀了 并且立他的儿子约西亚 接续他做王